2019年,袁鹿鹿大師為你指點迷津 開運袁鹿鹿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開運袁鹿鹿的時候 這集上次我們不是說了為何召妓 其實在八字裡面 你何時上床或失身 你何時去召妓, 其實就可以計算 可以計算, 我也想天天失身 你一定要擺在桃花局 怎樣呢 桃花局真的要看別人 你動起桃花, 人不像桃花局 還有你自己的桃花要黃 天天失身那麼重要嗎 無所謂的, 秒秒時時都差不多 那要找一個partner才行 那不一定要partner 那你是不是要轉工呢 那也不用 轉那些真的有這些服務, 性服務 但怎樣吹旺呢 吹旺呢 吹旺呢, 其實大家在桃花位 就擺九枝玫瑰花 九枝玫瑰花 是的 就文昌位 還有一樣東西 你自己要看下你自己的桃花位是甚麼 那要經常轉那些玫瑰 因為會借的時候 當然要轉玫瑰花 還有一件事 有些人懶的 担好你的時辰 而做一件事 其實都挺懶的 因為你的運 不是要吸一吸就可以 抬上一分鐘抬下十年功 如果你說你每天都要有人喜歡的 每天都要搞的 那我覺得你應該轉份工 是 那便容易一點 那倒是 你會喊喊喊 找一份經常都可以喊喊喊的公關 是的, 即是公關 公關 這樣便可以了 明白 我試過有一次好笑 有一班女士很喜歡去這些地方 嗯 那他們就說 那一天就說 咦, 吹旺旺旺一看人就可以了 不如這樣吧 叫完碌碌碌 找一天夾完碌碌碌碌碌碌 嗯 那便幫她找真愛 你真的被人夾了進去嗎 不是 後來有另一個女士 如果是你會認識 又是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來的 打給我 是 我們一班朋友說 每天叫你吃飯 其實打算夾你去鴨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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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把碌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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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碌 不要緊,要男人而已 不是啊,他說真的很英俊 真的泰國美得很緊要 可以摸哪些地方 你應該 不是啊,他給我看全相 選真愛 幾隻適合你,我要教你幾招 我要啊 阿祖祖,你好像說 昨天說 我需要什麼醫藥費 要找兼職 我家公司有些人打來 是 請問你家公司 有沒有幫人屈摩呢 屈摩,哪裏都可以屈摩 有,就是你 我請過 你屈摩有男來屈 有女來屈 其實請個早早,男又可以,女又可以 省人工一個,搞定 我怎樣屈摩啊 不是啊,有些人吹摩就是這樣 什麼,上床性愛驅摩 看這麼好,是啊 你不喜歡這些事 是啊,就是找你 好啊 男又可以,女又可以 我又要轉運 如果你今天說 哎呀,我想要part time 我說行啊 剛剛有這麼多人問 我請一個你便搞定 男又可以,女又可以 好啊 你請個男又不行,就是女 那就兩份人工 男又可以,女又可以 3P 即是你有時女客來又可以 男仔客來又可以 OK啊,OK 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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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刻轉運 那些當然是不行的 你知道為什麼呢 如果你真是一個大師 或者你認識這些東西 氣息如感冒 其實你給我一億都不行 因為你過了運過來 氣過來 很難走的 是嗎 那你上次呢 我不是說 我不能說 是什麼 那你這麼黑的 那你肯定又黏了 那你又說 那你又說 怎樣散發那些衰氣出來 說要曬回那些日月底 曬回那些日月底 照額頭 馬上沒事 這些是容易的 有些進去 就很難走的 是啊 所以其實就真的 那個氣息比較重要 我就覺得 驅魔一定是不行的 知道為什麼呢 如果那個人是一個大師 他一定不會拿自己的運 來和他玩的 我收你多少錢 即是我會把他的運 拿去我那裡 你說是不是先 你猜猶齋什麼 女鬼為我上來和你搞搞你 就行了 吸你的陽氣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有運 那個人沒有運 你肯定就不會和他驅魔 其實這個肯定是騙你的 不是騙的 除非被錢 不是啊 有些人是喜歡的 你明白嗎 我又覺得沒有那麼容易 難道你和女士說 喂我現在和你驅魔 喂你驅魔說一句 大家還要走去開房 想起多少號碼 開房 出了個樑上賣床 這個動作真的騙不到 有便有貴 是不是騙不到 如果那個男生騙你 你真的騙不到 你這樣的過程那麼長 你坐車去 等著開房 一定不是 其實本來他自己就是 又是沒有得告的 你沒有見過就抓了他 是 抓不到的 真的 所以那些情愛那些 有愛情那些 你騙我錢那些 又是抓不到的 你說人家騙你 其實本來大家說 我送給你 到時你又不知道 是 有很多次 不是 因為現在的人很誇的 比較激 如果你分手 他就說你是騙子 那你會分手 那你會分手 那這些 就是 其實緣份的事情 是沒有得說的 有緣就會在一起 那夾的八字就是這樣 那今天就說什麼 去召妓 那其實我有個好笑的事情 就是 其實我剛剛學完學 那些人是夾班 是 那我二十歲了 那他就說你出來夾班 那有一個班偶 那有個好笑的 那一個男人 經常坐在那裡 就呆呆呆呆呆 那他比較年長 給我們 那有人說你幫一下他 那我問 那我幹什麼 他很喜歡這女的 那我問 什麼女的 那他就癡癡呆呆的 那他整天這首歌 作的感覺就是 癡癡呆呆坐在一台 原來就說他在酒吧 大陸那裡 坐在那裡 就喜歡那條 那個侍應 那個侍應就叫做 娟娟 那他整天都 娟娟娟娟娟 我要娟進來了 整天說娟娟娟 我要娟娟 那我問 那為什麼 你問他溝通就行 在那裏作什麼歌 那首歌 經常說 什麼 呆呆酒吧 癡癡呆呆呆呆 那我原來你欠一句 坐在那裡 你經常都欠這句 後來這首歌很有趣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過十年後 我見到他 又上去Cash的大賽 又成功了 你不要看 紅賣 真的這首歌 聽到我都很容易 不知道為什麼又上去 又紅賣 這個我真的要聽一下 整天都捐捐 是 有志者事景成 後來之後 我說那怎樣 阿娟娟 他說阿娟娟 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人家在他面前轉 給杯酒 都說喜歡他的 就是這麼有趣 有些男人都好笑 一見鍾情的東西很難 他說為什麼人家喜歡你 他拿杯酒給我 還有一句他經常跟我說 那些小女孩 你怎麼認識 有一個很有趣的 客人很搞笑 吃叉雞飯 經常去吃叉雞飯 吃了整年 都是吃叉雞飯 我說為什麼你整年 我覺得老闆娘 不是的 老闆娘喜歡我 那人家老闆娘有老公 為什麼會喜歡你 他說 這些你又怎麼知道 我說為什麼我喜歡你 對啊 我每天都去吃叉雞飯 我說沒有理由 別人喜歡你 吃叉雞飯 就說你拍照給我看 怎樣拍 偷拍別人 偷拍邊 偷拍邊 我大哥你有沒有病 我說 你偷拍邊 看相 我又說別人喜歡你 吃個餐飯 吃個餐飯 拍一張照片 有時候喜歡真的很難說 偷拍邊給我看 就看不到相 很明顯 不啊 我看背部 就叫你看相 不是 那怎麼看相 很歐嘴 現在的人 這樣就喜歡 拿杯酒好 喜歡又怎樣 然後娟娟 就說 不知怎樣 有些病 就說要回鄉 找不到他 回鄉 還什麼 要九個月 我說九個月不是生兒子 我小時候跟他說 你認識什麼 當然不是 又說不是 那就算了 我說算了 你這麼煩 可能真的容易病 不是 拿個八字出來看看 我問你不是沒有姻緣 你一向有姻緣 我問 我問 怎麼會沒有 怎麼會有姻緣呢 我說不是 你的八字有性愛 一個禮拜都有三次 他說這個人又準 他說 他在哪裡來的 那些性愛 不是 他叫雞 他說他叫一下雞 我說 是 但是為什麼你叫這隻雞 叫了十年 又沒有轉人 他的八字是這樣 然後他說 你又準 我真的叫這隻雞 叫了十年 是 那你說這麼奇怪 那個雞又可以 不是 我就問他 我說為什麼你這麼奇怪 叫雞一個禮拜叫他三次 去十年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喜歡人 我說你不要讓世俗的眼光 來蒙蔽你 娶他就行了 真恩緣來了 我說真恩緣 我同意 你不同意 因為其實做愛超過 罵我 這些東西你怎麼知道 你的小女兒 他不想負責任 不是 我不是不知道 你每個禮拜見他三天 和家用差不多 你比較十年又是那個 其實如果別人玩 都玩不同的 是啊 這個我同意 你應該要娶他 我跟他說 如果你不娶他 你就沒有老婆 是 他當然是說我瘋了 到現在都沒有老婆 我其實是說真的 他應該有的 我說你不要給世俗的東西 有時候那些人 他看不到 其實他本身的行為就是很喜歡 做超過三次 一定有感覺 他自己不知道 你經常說這件有趣 不是 因為男人很簡單 你要硬得起 不是啊 為何你會覺得做三次的感覺 其實是說這件事 不是 因為很多人 一次三兩次熟 三次大結局 是啊 這個我很同意 因為很多人 如果你第三次 你都沒有事發生 真的浪費時間 就會不再見我 不是啊 你又說做三次就有感情 是啊 第三次就有感情 如果一個對象 你做超過三次的話 而持續繼續做下去 就是你對他有感覺 因為你是男人 你要硬得起 如果你沒有一個新鮮感 其實你第二劑 已經覺得浪費時間 沒有第三次了 是嗎 是啊 這麼奇怪嗎 是啊 是你們雞的角度 應該是 男人都是這樣的 不是啊 但你剛才又說你自己 最好每天都做 是啊 最好每天都做 那可以不得不同對象 那可以 厲害啊 好厲害 其實呢 我又覺得這樣的 我就覺得 有個玄學 有個理論 就一向都沒有寫 其實我覺得 如果 如果計家山來講 如果一個男士 他不同 一個女士 不是男士 一個女士 如果他跟不同個家 不同種的男士 生一個兒子 或者一個女兒出來 或者不同的生肖 其實我們家山已經不同 因為不同性 是 其實那個八次 如果由家山來計 其實有什麼大分別呢 或者一個男士去娶老婆 那些很多 不同國籍的老婆 究竟他有什麼 那些兄弟子 會有什麼大變化呢 其實這件事 就不得研究 其實我很想研究 如果一個女士 嫁給很多人 不同國籍的 究竟那個家山 是怎樣計 那個小朋友 其實這件事 因為你沒試過 那些人沒得計 其實這件事 值得考慮 我也有個朋友 他的家人 也有很多不同國籍 是嗎 都可以研究一下 是嗎 不是啊 是一個人生 一個人就不同了 是的 如果一個女士跟媽媽 不同爸爸 有不同爸爸的 不同國籍的 究竟那個家山是怎樣計 其實這件事 就一定 好 值得研究 找個 看看有沒有網友 是這樣的 不是啊 如果你看看有沒有網友 是這樣的 看看有什麼不同 那個家山 挺有趣的 我們下一節說什麼呢 下一節 我就給網友 跟網友說 究竟 有個難題 我小時候就是 學商學 以前你上學 那些女士就跟你說 你認識朋友 交朋友結友 你不可以以貌取人的 人生得糊塗 你都要做人做朋友 你不要小看別人 但是我們上學 就是因為上由深深 一定要看過上 才肯跟他做朋友 那你覺得怎樣 如果給你選擇 你覺得誰比較適合 那真誠是好的 但是坦白說 那個樣子都很重要 哈哈哈哈 是啊 好啊 下一次我們再講這個 好 大家有什麼懸學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給袁綠綠大師知道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